那我们另外呢 为听众朋友们解答的问题 有个听众给我们留言 留了好几次 他说他打完疫苗了 都有拿到那个白色的小卡卡 就一个小纸卡嘛 上面没错 都有写说第一季第二季 什么时候打的已经写好了 但他最新呢 有听说有一个电子版的 有电子版的叫疫苗护照 这个东西 他想知道 我这个白色的纸卡 我可不可以去换电子护照啊 那这样子我就不用 一直带着放在皮夹里面 又很容易折到啊 旧啦 那如果有电子版的 我手机拿出来 秀给人家看都很方便哦 想要问一下 现在我们在加州 怎么样去用这个白色的纸卡 去换一个电子版的呢 我们夸到小天使 好赞 为大家找到这种资讯达人 这我们1300的主持人 Sogo 哈喽 Sogo哥哥你好 哈喽 小米好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可不可以用一分钟的时间 帮我们解答一下 怎么样我们用那张纸 可以换成电子的这个疫苗卡呢 好 请听众观众朋友们 准备一支笔跟纸 现在写下来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那你只要上网 MyVaccineRecord 就是我的疫苗记录 点 英文字母四个 CBPH 就是ChineseDavidPasadenaHouse 点 ca.gov的网站 上去之后呢 你输入你的姓名 生日 还有接种疫苗时 留下的电话号码 或者是你的email OK 然后呢 你就会看到 它会有一个 四个 它会有四格出来 然后你输入一个密码 四个数字的密码 然后完了之后呢 然后你就按 你就按发 你就按提交 提交注册成功之后 你会收到一个手机短信 或者是电子邮件 然后呢 你就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它会带你回到 刚刚那个网站 然后你在输入你刚刚设定的四个数字的密码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一个二维码出来 那个就是可以用手机去扫描 而且代表说你已经登记成功了 哇 所以二维码 我们就把它下载下来 放到手机里面 到哪里都可以直接秀出来 让人家扫一下 就知道资料 是不是 对 你可以把那个二维码 就是截图起来 然后存在你的手机里面 然后我也建议听众朋友 跟观众朋友们 把你接种的那个疫苗卡 也拍下来 一起就是用双重保障 双重保障 这样会比较好 好的好的 所以这个网址比较长一点 待会呢 我们会把它放在我们 华语电视的电视荧幕上面 那当然啊 如果你现在是收听1300广播的人 可以到我们网站上重复收听 www.am1300.com 就可以听到我们节目所有内容 搜狗哥哥刚刚讲的网站 就会一直跳出来 或是到我们的YouTube平台上面 上了YouTube之后 找无事不登三宝店 过去两年 每一天 每一集节目 每个专家的解答都在上面 大家可以找出来 转送给你的朋友 那在这个最后剩下的这个五秒钟 可不可以再请收购 再帮我们讲一下这个网址 可以很简 这个网址很容易记号 好的 再次谢谢我们的收购 谢谢好心人来为我们解答 感恩感恩